那今天我們要講的主題是Sci-Fi-N的教育訓練 那Sci-Fi首先呢 我先到Sci-Fi-N的一個介紹 然後我們等一下再到 它整體的介面平台去做demo這樣介紹 那如果各位沒有Sci-Fi-N的一個 帳號密碼的時候請聯絡你們的讀書館員 或者是你們公司的主要聯絡人 那他會協助你幫忙申請你們的帳號密碼 那今天要介紹的是CS所 這幾年所一直在加強或開發的一個新的平台叫做Sci-Fi-N 那首先呢我先介紹大概跟大家介紹一下什麼 CS什麼然後為什麼要建立一個新的平台叫Sci-Fi-N 對那CS最早大概在110年前我們就開始在做所謂的收集 那我們主要有很大的強項就是我們會把每一個進來的文獻 透過人工裡面的科學家 然後呢把它看完之後把重點結錄到我們的資料庫Sci-Fi-N裡面 對那目前我們的人力大概有1600員工主要在做所謂的資料收集 那其實這些的員工他的經驗都非常高 經驗非常高 例如來講我們裡面有600個PHD 專門在把這些資料把它閱讀完放到我們資料庫裡面 對那CS在當然這幾年我們開始在做一些所謂的 因為電腦越來發達嘛 所以我們開始在做一些包含了Machine Learning 包含了也幫客戶去做一些所謂的資料Service的服務 那這邊再說明一下就是當然我們除了既有的Sci-Fi-N平台以外 我們也幫客戶去做一些所謂的資料的Service 包含了像這邊所講的像是我們可以幫客戶去做 我們可以幫客戶去做所謂的叫幫他去做他內部的資料的平台 或者是我們幫他去把過去的資料把它建立成一個資料庫 就是過去文憲他想要Fox在某一個方面我們把它建立一個資料庫 那我們也可以利用Machine Learning的方法來去幫助他去開創他新的一個研究的方向等等的 對那今天主要我們要介紹的是我們的平台叫Sci-Fi-N 那我們CS裡面的資料呢基本上我們都會透過人工 剛才講過嘛人工閱讀完這篇文章之後 例如來講他有新的結構我們就把它編列CSNumber 如果新的反應我們就把它放在反應的資料庫 如果他這個結構是Marcus指的是這個結構我們在專利權利下 我們就把它放在我們的Marcus database裡面 然後呢再透過裡面我們所謂的IT machine的人把它建立在 建立在我們的資料庫Sci-Fi-N裡面 所以基本上我們這一個團隊就是閱讀這個團隊 他每年大概他每年可以閱讀一天 一天閱讀三萬個文章 或者是20小時在walking的 那這個當然大家看一下就是 基本上這些年資他都要20年以上的年資才有辦法 那Sci-Fi的跟Sci-Fi呢 為什麼我們要做一些改變與突破 第一你可以看到就是每年包含了像是物質 或者是反應 文獻 專利 他每年成長的速度是非常的快速的 非常快速的 所以呢我們可以發現就是我們也去做了一些試調 包含了就是使用者他花了多少時間在所謂的查詢上面 那我發現過去舊版他的一個設計邏輯 或者是他的平台的Soci-Fi的便利性 其實沒有辦法符合現在的一個趨勢 所以我們才開始著手去做一些試調 為了讓所有的試調 然後客戶的一些回應 應該使用者的一些回饋 然後呢來去改善我們的社區的引擎 所以這個大家聽好過 所以我們於是開發出一個新的一個 那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減少社區 就是在電腦前面做資料庫 search的一個程度 或者時間 那花更多時間在你的時間上面去做research 這是我們的一個平台 你可以看到就是他有分 all search 那他也有分物質search 那他也有分reaction search 那他也有分所謂的就是公益上search 那這個平台他有一個好處就是 當你今天在這邊做的任何的search的記錄 他都會把它放在下面 最新的把它放在下面 你可以隨時按一個rerun 他都會把你過去這些search的記錄 然後重新的再跑一次 那如果太久的 你就可以到history裡面去查詢 那等一下我會再教大家 就是saver的一個功能 跟我們裡面有個account他的一個功能 那三番外的N 他有許多的一些外加的一些功能 這個都是你們可以在這個平台裡面使用的 例如來講在閱讀專利的時候 常常你會看到一些文字 你沒辦法把它轉成 或者是商品名 你沒辦法把它轉成結構 或者是中文文名稱 中文名稱 你沒辦法把它轉成結構 那 例如來講 這個專利他寫的是NFC34884 這個 那我們就幫你把它做一個指引在左邊這邊 你可以進一步的去把這個結構 也就是這個商品名 去進一步的去做物質search reaction 供應商跟reference search 或者是你可以在這邊做編輯結構 然後修改結構再去做search 那在專利呢 你可以自由的去直接在線上去做下載 那你也可以呢 下載PDF檔加上 我們剛剛所講的重要的物質表 在專利的最後一頁 那方便你呢 離線的時候呢 你可以隨時的再去做閱讀 那另外一個功能叫做 Mathes Now Synthesis 那傳統過去sci-fi的 他大概就會提供給你 就是這個反應skin 然後他加2,14季 他的condition 大概就是這樣子 不過新版的呢 我們把2000年之後 有關於合成的專利或其他 我們把他裡面的方法 把他寫成一個sob 例如來講 他的sob非常詳細 包含了product 包含reference region sovereign 然後profits 那一些 如果他這邊文章有提到 他一些結構的辨別的資料 包含了m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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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了ir 他都會把它寫在下面 所以你可以直接的把這個page 把它copy下來 直接的去做你的organic synthesis 那新版的他有一些功能包含呢 就是 有點類似像是 線上版的google 所以你可以在 這個地方 你可以隨時的按 上一頁 下一頁 然後你可以按 假設有這個reference 你可以按右鍵 開啟新的訴訟 等等的 那 他這邊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呢 你應該記得就是說 過去在做sci-fi的search的時候 他常常會就是 你search某個結構 然後你發現 這結構 準確結構沒有的時候 你要回到上一頁 然後再按取代結構 對那這新版呢 他變成是 準確結構取代結構 都是在下一頁 你可以去選擇的 再往下看 那 另外一點就是 他的reference search 他支援的就是 結構的search 跟關鍵字search 同時search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你可以 單獨的在這邊 輸入某個結構 去做reference search 你也可以 搭配 這個結構 under在某個topic 下面 這樣我們可以做幾個demo 對那 我們剛好大家講一下就是說 SignifyN 他的search的邏輯有些改變 就是說 他第二頁 當你輸入了一個關鍵字之後 或者輸入一個結構之後 他第二頁 他會給你一個refine 的選項 所以這些refine選項 你可以隨時的去按下去 然後呢 他都可以呢 即時的把這些答案呢 做一個呈現 就是說 他加速你 例如來講傳統可能ABCDE B不要 你可能回到B 三調 然後CDE 再重新打一次 但新版 就是B不要 就把它抽離開來 那他答案會即時的再呈現一次 對 那 這是我們剛才所講的 像過去Signify的在做reference search的時候 當你今天查詢reference 你發現準確結構沒有的話 你要回到三頁 然後再按取代結構 但是新版不一樣 就是你可以 你可以到第二頁的時候再去選擇 準確結構 或者是取代結構 那下面這一些呢 filter function也非常簡單 你可以隨時 你可以用勾選的方法 直接去用勾選的 去找出你要的答案 那 那 Signify的 如果在 你可以發現就是你在做reference search的時候 基本上我們 我們裡面有很大的 AMMachine的功能 所以基本上你做的任何的關鍵字的search 我們都會把相關性推薦給你 也就是說 它根據你查詢的關鍵字 然後跟你講說哪些文章是你 跟你查詢的關鍵字比較matched 那 Signify的它有一個假設 有一個功能叫做Citing Map 如果你今天看到某一個文章 你覺得跟你的研究非常的相似 那你可以點進去Citing Map裡面 那它會根據就是這篇文章過去Citation 左邊 左邊是紫色部分 就是它 這邊文章Citation哪些文章 右邊綠色呢 是它 這篇文章背哪些Citation 它有一個完整的Citing Map 那同時 同時呢 它也會跟你講說 這些 這些相關reference 它還有背哪些文章給Citation 你可以在這裡面去看 這裡每一個文章 相關性文章 它的 我們講的就是 被法律文章比較重要 你可以從這邊去看它的相關的重要性 那 另外一個Signify跟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說 傳統 我們在做Signify的search 大家應該知道有一個叫做Makush 那Makush呢 它主要是在找這個結構有沒有放在專利的權利下 跟呢 一般呢 你在找 你不按Makush的時候 它就是 就是 它就是會查詢 這個結構有沒有 CSNumber 那 當我們今天一篇專利 專利 我們裡面的專家看完之後 如果有實際的結構 它就會把它放到 CSNumber裡面 所以呢 這時候如果你不按Makush的時候 它就查得到 但是如果今天這個結構 它放到全利下的時候 它沒有被實際上做出來 它只是把它放到全利下的時候 你今天就必須要點選Makush才有辦法找出來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結構都沒有被做出來嘛 對不對 它沒有被做出來 我們CS就不會把它編列CSNumber CSNumber主要是有做出來的結構才會把它編列CSNumber 那另外來講 像是 像這個 我另外講 假設你要查找這個結構 它有沒有放到專利權力下 其實你可以看到 像這個結構 那基本上 包含了 無限大的結構 你可以看 Archirgruber HydroHedroCycle 等等的 那Anyheri 等等 它當然 這個結構就是 Channel1 包含了 很多種的可能 對不對 那 當我們今天把這個結構 去搜尋 Makush的時候 它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我們來看 就是 你可以看到就是 它會跟你講的是 這個結構 它在專利的第幾項的權利項 那這個就非常重要囉 例如來講 像 它跟你講說 例如來講 像這個專利 它跟你講說是在專利第15項 我們把15項打開來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基本上你很難 你很難沒有 很難可以從 這個單獨的結構裡面 你就知道 它就是在我的權利項裡面 那第二個項呢 第二項的重點就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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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省去從第一項 一直閱讀到 最後一項的時間 好 了解嗎 就是你第一項到第14項 你可以不用去看了 好 你就要把重點放在第15項 你可以詳細的去看第15項 它為什麼把它放到 它怎麼把它放到全項裡面 對 那 SynfyM它 它還有一個功能叫做 Resource Synthesis Plan 那 Resource Synthesis Plan 它有一個 它有一個很強大的功能就是 它可以去做一個 Brand New的結構 所謂的Brand New的結構 就是這個結構 是全新的結構 它可以根據我們裡面的大數據 去合成它是最 應該說 最 讀信最低的 然後 廢棄物最少的 然後 或者是 價格最便宜的 你都可以直接的去做 Resource Synthesis Plan 那 這裡呢我就大概不介紹 它的一些詳細的一些原則 不過來講就是 它會根據 Grain 它會根據 產率高的 它會根據安全性 它會根據 Wheftage 等等的 方面的考量去做 可以給你最佳的一個提醒 那等一下我會跟你講 就是它怎麼去做 怎麼樣去做的 好 那 在做任何結構 如果你在做 Resource Synthesis Plan的時候 你 送出之前呢 你可以去做 就是你要把它往前推 一步 兩步 三步 等等的 四步等等的 那你也可以跟它講說 你要參考的 Reation 它是比較 或者是假設它發 它只是有這個新型Reation 很少人做過 很少人做過 那你想要把它當作你的參考依據 你可以選擇Rail 那 在這裡呢 你也可以選擇就是哪些鍵 你要把它保護 哪些鍵要斷掉 然後去送出這個 Resource Synthesis Plan 所以呢 我們的結果就會呈現的是 它會跟你講 是 預估產率 Overall price 然後呢 你可以去選擇 也就是 我predict 預測的要打開 或者預測的要關掉 那 新版的Signify 我們再回到這邊 新版Signify 它還有一些功能 包含它可以做 Emma的 訊號 的查詢 如果來講 假設你今天有一個Emma訊號 你要查詢看看有沒有人 有這個 假設像 這個Emma訊號 你可以把它丟到我們的 Sutons 就是 Sutons Estrumental Spectrum 選擇 ProtonEmma 然後你把它 把你的Value把它丟進去 它就會去找尋就是 哪些結構是適合你的 但是我要講的前提是 由於我們的資料量 原本的有輕譜 資料量 它沒有百分之百的結構 都有輕譜資料量 所以 它有可能找出來的結構 只是部分 發表的一個結構 那 當然在這裡 我回到這個平台裡面 就是 Overall平台裡面 你可以看到就是 我們剛才介紹 就是History 你可以隨時的去 Idle around 那 如果比較舊的以前的History 你可以到這裡面去選擇 哪個時間點 做哪些的Search OK 所以是按ReroundSearch 那當你今天 大家記得嗎 就是History主要是講首頁的歷史紀錄 但是如果到第二頁 你做了很多Refine Filter的時候 那 麻煩你 如果你想要 你以後不想要讓 不想要再重新再把這些Search一次 你可以按一個Save Save它會到這個信號裡面 希望你們把它打開來 那你可以隨時的去 在這邊去做個Reround 或者是假設 這麼多的假設 你也可以去請它 每個禮拜 或者是每個月 寄通知給你 這個是大概我們做 Overall的一個介紹 那 我現在跳出來就是 跳出來到這個平台裡面 那 那 要怎麼 要到Signify的N裡面呢 有一些方法 就是你可以到 這一個 有沒有 這一個原本CS的網站 shippo.w.cs.org 裡面點選右上方 這有我們的產品 產品 你可以選擇Signify的N 那點進去 它就會跳到 跳到這個 你就輸入你的帳號密碼 然後它就會跳到 我們的Signify的N的平台 好 等一下 好 這是我們的平台 那 在做 我先做一個叫做 我先從Ration開始做介紹 Ration Reference物資 然後 這樣的順序做介紹 好 那 一開始大家記得嗎 就是說 我們有一個叫做 Resource Synthesis Plan 那它其實是Under在這個Ration裡面 Under在這個Ration裡面 例如來講 假設我今天要做一個 一個結構 我去把我歷史紀錄把它打開 我們從我歷史紀錄來 來去打開 Retual Synthesis 好 其實我主要是要講就是 像這個結構 在SignifyN裡面 你隨時都可以用個結構編輯 去做編輯 好 像這個結構它叫做 Red Fever 就是在做治療 Covid-19的一個Protation Throg 好 那當你今天把這個結構把它 打好之後 OK 對不對 它會出現在這個Ration的 框框裡面 框框裡面 那 你可以去做一些查詢 假設你今天只是單純的做 Covid-resource Synthesis Plan 它就會去送到雲端 然後去計算 這個結構怎麼去合成它 那 如果你今天 在做這個resource Synthesis Plan之前 你可以做所謂的叫做 Set Plan Action 好 就這路程我剛才所講的 你可以往前推四步 你可以參考的 比較commoderation 你可以請它去做保護 哪個地方要做保護 哪個地方要去做 斷件 那我要講的是這個斷件呢 它會在 它會在 第一步的時候 捏合成第一步的時候 就把鍵打開 那保護的話 就是從頭到尾 它都會把這個鍵 把它做保護 就這個關聯機 這個鍵 它做保護 它都不會去斷 好 那我們現在把它 這時候你可以把它Create 那這時候呢 它就會送到我們的 就會送到我們的 雲端系統 去做計算 對 那 好 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它還在產生當中 那這時候你可以去把電腦 關掉 或者是把網頁關掉 或者是你可以出去外面 吃個便當 再回來 吃個飯再回來 大概會過一個小時 到一個半小時 它會把predict predict的人 它都會把它運算好 之後呢 然後寄Mail給你 你可以把Mail Mail把它打開 或者是你可以再到這平台裡面 你可以再把它open 那這時候它就算好了 這時候就算好了 好 那我們來講就是 假設我今天這個結構 假設這個結構 我想要去查詢就是 我們也要做尼爾層分析 我只是想要知道就是 這個結構有沒有人做反應 你可以單純的把這an relation 然後去查詢 好 那這邊就跟你講說 這個結構 它總共有23個 23個合成的方法 你可以在這裡面選擇 產率選擇 選擇產率選擇有沒有mess now功能 選擇試劑選擇容計 等等的 這是對於單一個relation的時候 單一個物質的時候 那我們現在再舉另外一個例子 我們再舉另外一個例子 例如來講 假設我今天 我今天要把 把這個結構 假設我要把NH2 假設NH2變成NO2 那我可以在這裡面 我可以去選擇 我看NO2 有NO2 那在這之前 我先把這邊做一個介紹 包含了 你在畫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 任何的元素周期表 ATOM 那你也可以去選擇 short cut 比較常用的一些關燈機 你可以選擇variable 就是一個 那一個group 那你可以選擇 就是假設你今天是 畫的這三個的時候 像例如來講 假設你是一個 bron 然後你一個 anyhalad 然後你可以任何 short cut是 ome 這就是R1 所以呢你可以任何 設定R1 R2 R3都可以 那這R1呢 你可以請他去接在 對吧 你可以請他接在 某個地方 都可以 那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就是 把 這個把它接在任何的 兩個其中一個位置 或者是 三個其中一個位置 都可以 都可以 那 那 當我今天把這個relation 畫好之後 你可以去按 就是 OK 這個 剛剛這個no2不見了 我再補一下 OK 對吧 所以現在就是 我現在想辦法把這個 位置把它變成no2 那下面還有一些功能 還有一些功能 包含了就是你可以 按這個 像lock環產生Formation 另外來講 翔盛你先選這個 它等一下 search的結果呢 它就不會有 像這個 環在這個 初體接的位置上面 好 那如果你今天 是選的是這個 Lock Atom Lock Atom Lock Atom 只是 像這個位置 我就是no2 我就nh2嘛 所以我不想再畫 兩個清 那你就是把它 unlock住 lock住 這個位置 就不會再去接其他的 它等一下去subscribe 就不會有其他接的地方 或者是 這個位置 我就不想要讓它接其他東西 你可以按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都可以按 好 那 正面很簡單 另外一個就是 像這個 Mapping Atom 只是 我就需要這個位置的 nh2 變成no2 我就需要這個位置 好 那我們就把它畫完了 我們去做search 好 那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像 準確結構有四個 有四個結構 那你可以看到 就是新版的呢 它 基本上同樣一個relation 它會根據產率高的 把它排到產率低的 不一樣的reference 不一樣的reference 那再來就是說 它有 像取代結構 取代結構 取代結構的話 大家知道是取代結構 就是它有可能再去接 畫完旁邊有可能再接其他東西 取代結構 那 它也有一個叫做search search search指的是 當你今天在找這個反應 我們系統會辨別你的觀念機 從mg2變mg2 符合的話 就是broad alpha位置 就是alpha位置 它符合的時候 叫做 alpha位置符合的話 它叫做medium 那narrow指的是beta位置也符合 beta位置也符合 OK 好 那我再回到這個地方 subscribe to 好 那往下這邊 你可以 假設你今天這個反應 有一個叫做 不要參與的functional group 它指的就是 你今天有可能在做這個反應 你旁邊有一些觀念機 你怕會影響 這個反應的進行 所以你可以參考 確實是有 這個觀念機進行反應的 像這邊hera有沒有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 oh bromo 它給你的reference 就會有 就會有這個hera在裡面 那 還記著我們一開始有講 就是 有個叫做 masters not synthesis功能 你可以在這邊選 masters not synthesis 總共有兩個反應 有masters not synthesis的功能 那 當你選了這兩個之後 好 我們往下看 就是 你可以看這個view relation detail 好 它這裡呢 它自動會把這個反應 怎麼做的 baba process information scale 它的m 清補探補 它會把資訊放在這裡面 所以呢 你可以再去 我們再看下一個 再看一個例子 好了 好 第二個例子在這裡 你可以看到就是一樣 就是它有一個pileface啊 等等的 所以你可以把它直接在這邊做 下載pdf檔 下載pdf檔 然後把這個關掉 這個關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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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在所有 我再把它reloading一次 好 那 呃 我看一下這個 跑好了沒 喔 它還在跑 它還在跑 沒關係我們把它打開來看看 我們把它打開來看看 它有沒有 呃 OK 好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呃 基本上 這個experimental 它已經跑完了 那這predict的話 它還是在跑 它還在跑 所以你剛剛在首頁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它還在improject 它還在進行當中 好 那 呃 紅色代表什麼意思 紅色代表就是 這個 準確的結構 一模一樣的結構 它有人有做過 發表 它有人有做過發表 好 那這個overall的呢 overall呢 就是它預估償率20% 然後 overall price是 190 20 100克 好 那你可以在這邊去看 這些都實驗的有人做過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 我可以 假設這個 A 這個bc變成A 我覺得我 我不喜歡 你可以在線上裡面再去看 有沒有你喜歡的 假設這個我喜歡 我就選擇這個 我就選擇這個 好 那 後面的這些呢 它都會重新再跑一次 好 那 實踐關係 我們 我直接從我的歷史記錄裡面 去找一個 predict已經 跑完的 我們來看一看 predict已經跑完的 我們來看一看 那 這個 resources synthesis 好 我們打開這個好了 好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像這個 我有設定一些 我有設定一些 所以哪個鍵保護 哪個鍵要斷掉 鍵要保護 哪個鍵要斷掉 那 呃 綠色的地方 代表是這個 這個反應 因為 因為我一開始就設定 它這個鍵要斷掉 所以 這個就是predict 做過一模一樣的 那 紅色的話就是有人做過 有人做過 那我可以再到這個step裡面 你可以去看 就是說 它這裡面呢 呃 你還有其他的 可以選擇 例如來講 這個反應 那 他的evidence 有698個 那第二個呢 他的evidence 有741個 那 平常是68 那這邊你都可以 隨時按一個右鍵 開啟新的視窗 去看 evidence 去看evidence 去看evidence 你可以自己選擇 四季殘率等等的 所以 呃 這個就是我們的一個 一個 一個 resour synthesis 那這邊的話 我回到首頁 那我剛剛已經大致上 把reaction講完了 講完了 那 那 緊接著呢 我要來介紹就是 介紹就是 reference search ok 那 在做reference search 你可以看到就是 reference search裡面有 輸入關鍵字 你也可以畫結構 你也可以畫結構 那你也可以去做advance search 包含了哪個作者 哪個gno 哪個組織 就是 假設像 跑出來讀棒 好 那在這一個search bar裡面 它有一些的 一些 美感 有一些 呃 我們要注意的地方 那我們從 你可以看到就是 就是說 你可以在這裡面呢 輸入search term 那你可以輸入結構 那你可以在advance search裡面 我們剛才大概 等等的 那這個search term呢 你可以是 像關鍵字 你可以是sutern的名字 寫著number 就採用 然後或者是那個pattern number 等等的 這個number 等等 那 大家知道 就是關鍵字 它有所謂的 叫做 不連邏輯 就是ab兩個 你要 用and ord 那當然sutern 也可以 就是 a關鍵字 b關鍵字 你要用ord ord ord 就代表是 都包含 都包含 那and的話就是 交集 and not就是我要a我b要b 好 這是not 那你可以用一個叫做quart quotation quart quotation 那 它的意思就是 所以 假設像這個total synthesis 你按quotation 它必須要在 我們所謂的題目摘要 或者是我們的keyword term的字庫裡面 有符合的話 它才把它交出來 或者是 步數型也可以接受 步數型也可以接受 但是它沒有辦法 用其他的拼音的方式 例如來講 假設你今天要按cancer 你不按quotation 那基本上tumor等等的 它都查找得到 但是如果你今天只按cancer 然後quotation 我們就會只找題目在要 關鍵字裡面有 有cancer的字眼 那所以 當我今天 當你今天如果 純粹的只在sci-fi的N裡面 輸入total synthesis 我們有幾種做法 total synthesis 我們會把total synthesis把它放在前面 然後或者是total or synthesis 把它放在第二層 應該說total and synthesis把它放在第二層 那total or synthesis把它放在第三層 或total total or synthesis把它放在最後一個 也就是說 它會最後把相關性推薦給你這個順序 所以但是我們要必須要先學到就是 假設我就是 只要total synthesis 那我就是把它按一個quotation 那我可以找到更多 那還有一個叫 括號 那括號就是有點類似像我們的 先程組合 A這一塊 然後跟B那一塊 是多計算 那我們支援一些叫做testycard ycard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你可以輸入警號或問號 那警號代表什麼意思 警號代表就是0跟1的 0跟mall的character 那問號代表跟0跟1 0跟1 那這些ycard 你可以把它放在字的中央 字的尾巴都可以 有例來講 像你先輸入在symph信號 對吧 剛才講信號是0跟5 現在的threader 所以它就是esis 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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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等等的這些它都會把它當作是你的關鍵字把它找出來 那,問號也一樣 問號一樣就是像N問號碼,U,N,E 第一個它找出Aromel 所以你可以用這種whitecard的一個search 來去做所謂的比較模糊的查找 那當然就是這個它也可以用在Suturn設計 等一下我們去做介紹 那我現在把回到這個平台裡面 那假設你今天 假設我們今天要做的是做 我們來去測試一下 像orange juice 你可以在這裡面插找 orange juice它總共有45萬篇文章 那如果你今天把它按quotation 那插找出來呢就會是 一萬四篇多篇文章 那插在哪裡 有個方法可以做 就是我們剛剛有教你就是 我們剛剛有教你就是 我們剛剛有教你就是那個叫做 not not function 那我可以用or o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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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對不對 好我用個not not 那我這邊可以按一個括號 然後去做search 你就可以知道就是 到底哪些 哪些不是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我開始 這個orange juice它包含了or嘛 所以orange它也會找出來 orange它會找出來 屬於orange啊等等 但是我剛剛講就是要orange juice嘛 所以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 這個不影邏輯的方法去找 去找一些你想想要的reference 好那我再回到 呃首頁裡面 那假設我今天要找的是 oh sorry 好我再我再search一次 那當 我這邊把它做介紹一下 包含了像是 假設我今天要找就是orange juice 好那 呃 這邊你可以選擇 document type genel pattern 等等的language 然後你可以去清他 那 呃 你可以在這邊去看publish name 主持 哪些公司啊 主持 好然後 呃 這裡面是 就是 share solution 主要是就是 呃 假設他有在提到就是 配方的 你可以選擇 配方的 就是這個文獻如果提到配方 你可以按formulase 然後我們會跟你講 好 例如來講我現在選擇formulase ok對嗎 好 好 那 formulase 我們把這個文章把它打開來看 這邊下面有個formulase 他就跟你講說這個 這個 這一個文章裡面 他用了哪些的配方 好 用哪些配方 在這裡面 可能 每公升加多少東西啊 好 等等的 好 那我再回到這一頁 我們的主要介紹 好 那下面你也可以就是 再加入另外一個關鍵字 好 例如來講 假設我今天選了一個board 主管 那現在就是 15個關鍵字而已 15個關鍵字而已 好 那 那 還是我們剛剛所講的 就是說 就是說 像專利來講 你這邊都可以直接的去按 去下載專利 下載專利 那 例如來講 像這份專利裡面 我把它打開來 這份專利 然後 他會跟你講說 OK 這專利你可以去做 線上的閱讀 Viewer 把它打開來看 Viewer 你把它打開來看 那 他會在這個平台裡面 產生這個閱讀的 線上閱讀瀏覽器 那 假設你今天在看這個 你可以看到就是 維他命C 是這個結構 然後 哪個結構 是維他命E 是哪個結構 他就是把它秀出來 他就把它秀出來 他就把它秀出來 在哪個位置裡面 他提到維他命E 維他命E 等等的 像這個page2 page2 在這裡面 那事實上 因為我剛剛 你也可以在這邊 在這邊 把這個結構 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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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去找他的文獻 去找他的文獻 好 那我剛剛舉一個維他命E 這是維他命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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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你今天要知道 維他命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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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全 不 這是 維他命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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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你要知道 他這個物質 他有哪些的 reference 你可以按這個 好 那他自動的會把 這個物質 全部的 全部的文獻 幫你把它 幫你把它找出來 幫你把它找出來 那我這邊 我只要強調一點 就是說 假設這個物質 你要討論 是討論他的 讀理資料 你就選擇這個 你要討論他分析方法 選這個 你要討論他的 biotic study 選這個 你要討論他的 pubulation 就選這個 你要討論他的試劑 或者是你要討論他 應用在哪個地方 use 你就選擇這一個 例如來講 假設我今天選擇 分析 分析 那目前他出現的文獻 就只有 一萬多篇的文獻 一萬多篇文獻 那我們把它 這個東西把它打開來 可以看到這個sutens 這邊就跟你講說 OK這個東西在這裡面 有一個文獻 但是討論他的 分析方法 分析方法 所以 你可以在sci-fi的裡面 可以從文獻去找 物質 文獻去找物質 那你也可以從 假設你也可以從 物質去找 文獻 你可以跟他講 我要找個物質 他在 他是當作使用的角色 當作 當作分析的角色 然後去找他的文獻 也可以 也可以 這是雙項的 那等一下我們再去做 進一步的介紹 那 回到這個地方 那這個文獻呢 你可以請他去 你可以下載 PDF加 或者是PDF 插在哪裡 插在就是PDF 加 包 多了一個叫做 物質表 重要的物質表 像這個 這個就是他的 重要物質表在這裡面 OK 重要的物質表 把它關到 好 那在這一頁呢 你可以剛剛就是我們開始講 orign juice 然後 也多了一個關鍵字叫做 血管 多了一個關鍵字叫做血管 rot 那 總共有1103的 keyword 就是reference 好 這時候呢 這時候 假設你要集中就是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假設他的公司別 company company 假設我就是要 看一下有沒有比較 好 假設我就是要 gifuniversity 我點進去 appline gifuniversity 好 現在他只有兩篇文章 兩篇文章 你可以請他就是 下載PDF檔 或者是有些學生 他比較想用anode 也會把它下載 citation citation把它打開來 那PDF檔呢 就算我們現在PDF檔 做得還不錯 我們來看一下 打開來 打開來 對吧 他會幫你把 歷史記錄把它修在這裡面 那你可以 這邊兩個reference 你可以隨時隨地的 再按這個view result 然後 然後 回到 你當時儲存的 這 兩個 文獻 那是儲存的這兩個文獻 好 也就是說 我們 這個 輸出 這個 PDF檔 他即時會 create出一個 UIL 那你可以呢 隨時的 去把它打開來 隨時把它打開來 那 呃 再到這個地方 就是當我今天 我也可以請他 定期通知給我 也就是說 ORRANGY JUICE 然後GIF University 然後BROT BROT 的關鍵字都符合的話 你可以請他每個禮拜 每個月 寄通知給我 例如來講我今天做個測試 那我到這個地方 那我到這個地方 那信號 那信號呢 就是我們所有的一個 管理的一個平台 管理平台 所以你可以 像我這邊 剛剛是請他每個月 你可以隨時隨地 按個Rerang Rerang 那他就會把 當時我設定的 這些quieture 重新再跑一次 最新的結果跟你講 好 那 如果有新的資料 像這個 這個我當時設計的 這個COVID-19台灣 那 哪個時候 他產生的幾個reference 他都修在這裡面 他都修在這裡面 OK 好 那我再到 回到這一頁 所以這個 是大致上我們的reference 對 對 我忘記講一個 假設我們今天要講一個 叫做Cancer Cancer 然後 Cancer 那 如果我今天要找的一個 這個結構 有沒有在 人把這個結構探討 探討在Cancer的下面 所以你可以 可以用這個方法去做search 按search 好 那我們可以隱約的可以看到就是 好 有兩個reference 有兩個reference 符合 剛才結構 然後是Cancer 好 那我們把這個打開來看 好 好 那基本上我們會幫你把符合的結構 在Suturn 符合的結構 把你把它 往上移 往上移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我剛剛查詢的這個結構 查詢這結構 substrider是符合他的 substrider符合他 而且你可以看到就是 就像我們每個文獻他都會跟養豐每個物質在這裡面的角色 所以你可以從 物質 Again 你可以從物質去 限制角色 然後一樣可以找到這篇文章 一樣可以找到這篇文章 那你也可以在 找到文章之後 你可以從這邊去看 每個物質在這裡面 它的 它到底它的作用是什麼 作用是什麼 像這個抽搖劑 這個抽搖劑 這個試劑 對不對 OK 好 好那我現在回到就是 substridersearch substridersearch 好 那substridersearch呢 你可以輸入像是 你可以輸入包含像是 substridersearch你可以在這邊輸入像是物質 substridersearch 可以在這裡面進入 substridersearch 但是你可以看到 substridersearch 有找到 有找到 但是呢 這時候我也找到就是 Messio ASO ASO Keystone 對不對 那我們要怎麼辦 我一開始講一個叫做 如果你用quotation 進去的時候 可以找到就是 找到當初呢是這個結構 OK 好 那我們猜這邊大概介紹一下 物質的 裡面有什麼東西 包含了你可以去找 這是我們物質detail的page 他的reference 他的反應 reference我把它打開來看一下 reference就是我們一開始 有一開始有 有介紹就是你可以從物質 假設Messio Keystone你要去找他的 preparation preparation reference 3695 3695 所以 我們可以很快的知道 很快知道他有哪些文獻 好 把它關掉 你可以去找反應 那反應的話 他到 這個page裡面 你可以去選擇 這個 messio Keystone Messio Keystone 他是當作 他物質料是當作product reference 等等的 你可以在這裡面去選擇 他說有關於他的反應 你也可以去選擇工藝商資料 就是這個結構 所有在我們sci-fi的N付費的一些工藝商 你可以選擇存度 可以選擇交期 庫存 庫存等等的 那 既然我們這裡有一個很不錯的一個功能就是你可以同時的去把這些工藝商 把它 把它開起來 對吧 那你可以 假設你可以 一次性的去從這邊 複製 去 這邊有email 你可以詢問 這個東西啊 怎麼賣啊 他相關的一些 一些information OK 那這是工藝商的部分 那再往下這邊你可以看到就是我們有這個物質有基本的一些 實驗 呃 實驗的性質 Rsname 實驗的一些property property 這個都是有人做過的 property 然後呢 你可以再去往下 就是 清譜 探譜 IR Math UV 那 下面這些是一些 各國的一些法規 把它打開看 各國一些法規 然後呢 呃 他是在哪個國家 假設你今天是在 China 在澳洲 他的一些 是他的旧化學名清單 然後呢下面有一些 重複登錄的CS number 就把它翻掉 那我回到這一個 首頁 回到這一個page 那 大家還不記得就是其實 其實 包含了sutin search 他也可以用歪卡 Mathio星號 大家記得嗎 新號代表什麼意思 訊號代表就是說 零跟無限大致 打下去 所以他自動會把 Mathio 的東西全部都 把它 當然 回到個page 裡面 你可以,你當然也可以在這裡面去找 也可以畫結構啦,像這邊有沒有 像這個結構你可以去search 你可以去search 然後你可以去 去看 有沒有人有做過,像這個 像這些 那 在SciFi的N裡面 當然假設你今天你要找的是找 找所謂的叫做polymer怎麼辦 你可以做的就是,假設我今天有polymer 我們polymer的 找法很簡單的就是你要用的是單體 你用單體 這個結構 對不對 我要去找你們做成polymer 然後 然後你可以下面可以再去選擇包含就是 你可以下面去選擇 分類 然後選polymer 這個是我們很簡單的一個 高分子的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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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那 那再往下這邊 再往下這邊 假設 你今天你要找的他的 他的單體是有 三個單體 三個單體 那你可以選擇三個 那他自動的會把 就是你剛剛兩個符合的 外加一個 一個結構單體幫你把它找出來 幫你把它找出來 好 那這個就是 包含的甲醇啊等等的 所以我們單體的找法很簡單就是 我們會幫你把 一個兩個三個然後做一個框夯 一個兩個三個做框框 這就是高分子 這就是高分子 好那 那如果你今天要找的是 金屬催化劑啊 配位的 coordination compound也是一樣 就是 在分類這邊你就選擇coordination compound 那他就自動會把 符合的 符合的 結構幫你把它找出來 像這個是coordination compound 對不對 他就幫你把它 找出來 好 那 如果 我們再 again 就是 我們最後要講的就是 講一個叫做 Markush 好 那一開始我們講說 Markush就是在找這個結構 放在專利權利下 所以你可以點選嘛 Kush 對吧 好像這個就跟你講說他在專利的第25、29項第1項 好所以 你可以直接的去 去我們可以想說這專利第2項嘛 好我們去把專利第2項把它打開來看 好 這時候呢你也可以就是 就是你也可以去讓它 那這時候你也可以 還沒開啟 沒關係 那這時候你也可以去選擇它subsfracture 或者是 準確的structure符合的 準確符合符合的 它有點慢 沒關係 那這時候如果假設你是60個reference 你要跟它講說我的 網絡的結構 我的topic 我是要 ore 所以你可以在這個地方說 關鍵字 所以這時候它會幫你把 那個結構在專利權利下 然後也是ore 的reference 幫你把它交出來 這時候你可以請它 你也可以請它寄通知給你 或者是你也可以 這時候通知就是 Makushi結構符合再加上 關鍵字結構符合 那你可以請它就是 你可以 你可以下載PDF檔 你可以下載PDF檔 你也可以下載PDF檔 好 沒關係我先回到這個地方 剛剛還記得嗎 當然還記得嗎 就是它是說在全力向第 第二項 所以基本上 第二項 所以我們剛剛畫的這個結構 我們這個結構 它就是在它的 第二項 這時候這個PDF檔開起來了 那這時候PDF檔開起來 它有一個更棒的地方就是說 我剛剛做的這些歷史紀錄 對吧 如果我要回到 Makushi 按這個 它就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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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今天你要回到 它就回到 它就回到 Leverend Page裡面 好 那 我要現在要講就是回到最後 就是整個平台的最後的一個介紹 就是History我們剛才講過了 Save 剛才講過 就是你Save 你可以從這個地方去做 平台的管理 你可以去做平台的管理 那當然假設有些人想要用 就是 Combine 所謂Combine就是你可以用 A關鍵字 B關鍵字 然後你可以把 交集 排除 或者是結構反應 你都可以用一個Combine的功能 那基本上 SciFi的如果你在操作的過程當中 你有任何的 不清楚 不清楚的地方 我們有一個叫做 Helper的一個功能 我們有一個Helper的功能 所以在Helper的功能呢 你可以去看 就是 哪個地方有問題 你可以在這裡去打開 然後去做學習 去做學習 那 基本上 SciFi的N 它隨時每個禮拜 目前為止 就是2020年4月份 它基本上每個月 它都做一些 每兩個月或每個月做一些 新的資料的通知 或者新功能 所以你可以在這裡面去看到 就是 它多了哪些的一些功能 把它放在這裡面 把它放在這裡面 那 最後 如果你們有一些查詢上面的問題 查詢上面的問題 那歡迎你們跟我 跟我聯繫 那 我的 我的Email是 TRU2 然後小老鼠 hsi.org 或者是 如果你們註冊上面 有些問題 可以聯絡你們的 主要聯絡人 或者是聯絡你們的 讀書館員 他們都很樂意的替你服務 好 那我們今天的 的課程都到這邊 好 那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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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видно 今天 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